台中的龚老平拥有美丽的夜景 号称风源人的阳明山 但是呢暑假一到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飙车组聚集 警车多次到场驱赶开单 但是都没有效 依旧是每天上山狂飙 吵着当地民众不得安宁 甚至还有人自备了大声工负责把风 行径非常嚣张 而警方目前是劣策追查 约谈了三名驾驶人道案说明 机车组大半夜办车距 看到警车来了跑给警察追 约谈于民众上演你追我跑 甚至还有人有备而来 拿出大声工负责把风 由任何风吹草动随时广播行径相当嚣张 很吵啊 可能在下面就已经听到 演呆共声音在上面 台中工老平号称风源人的阳明山 是著名的约会圣地 暑假一到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机车族聚集飙车 看夜景排气管经过改装 红隆隆声响 朝的民众不得安宁 网友笑称这就是工老平的日常 调越监视器清查过滤 将群聚的车辆驾驶 列车足以访谈阅制 通知压车的驾驶 道案说明 警方表示为了恶阻危险歪风 每天夜间都会在这个路段 执行封闭式路件 加强蓝查往来车辆 呼吁青少年 且无因为追求意识快乐和关注 造成无可挽回的汉事 记者综合报道